哈喽大家好,现在是凌晨的三点 是不是凌晨三点呢,我讲话都有点磁性 因为现在四周都很安静 为什么到这么晚呢 就是我刚才一直都在整理我的行李 因为最近比较忙嘛 就不得不明天又是早半期 就不得不今晚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好 明天我就要出发去贵州 那说起来呢,其实贵州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一个 旅行榜帐地 我去年一直都没有去贵州 就是因为我想找一个时间 好好的把它玩一遍,好好的把它走一遍 在我研究完贵州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贵州的风景原文一点都不输给云南 而且这么几年下来 云南的旅游资源也被过度开发 所以我个人来讲,我自己也很喜欢云南 但是贵州的话虽然没有去过 但是现在对贵州就充满了神往 那么这一次呢,我是采取飞机加租车自驾的模式 熟悉我的小伙伴可能都知道 我经常用这个方式来进行旅行 然后也有小伙伴问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去 因为如果开自己的车的话 路途上的奔波先不说了 然后路上还没有风景 那另外呢油耗呢住宿呢也是一部分开支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本身就买了随行飞了嘛 既然机票免费 为什么不努力的薅这个机票的羊毛呢 而且在下半年这样的一个无限飞的机票 据我所知已经越来越少了甚至没有 那么这一次呢我就想把这样的一个 我平时旅行会带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好了,我现在的行李箱已经整理出来了 这边呢一般来讲我两边放的东西不一样 这边放的是衣服 那这一边呢就是放一些我旅行当中的 所有的一些小装备 还有一些瓶瓶罐罐啊,化妆品啊之类的 那衣服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我们重点说一下我的装备部分 这一次呢我就不带这个机械硬盘了 因为我在看别人的视频的时候 就是发现这个机械硬盘特别容易坏 而且这个机械硬盘里面装着 我非常重要的一些视频素材 所以现在我要降低它的使用 那转而呢我前几天购买了这个固态移动硬盘 剪视频啊什么 就直接接这一块硬盘来剪视频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就把这里面的资料 打到这个机械硬盘里面来 这是两个衣架 我一般旅行的时候会带两个衣架 两个衣架就够了 以前呢我可能会带的比较多 带四个衣架 然后又带了一堆夹子 然后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用 就是因为我平时住轻侣的时候 轻侣它都有那个衣架 就是这个这两个衣架呢是作为补充 或者是塞自己的一些天生物品的时候用的 其实我这次自驾呢就是已经在某宝上面买了非常多的装备 但是这些装备呢我没有寄到家里来 我是直接把它寄到贵州去 到时候我会把它们都一起拿来做一个开箱 这个是一个车载的逆变器 这个是上次我在去新疆的时候买的 它可以把车上的电压转化为225的 这个是车载的一个磁吸支架 这个就不多说了 因为在住车的时候有时候它会给你支架 有时候不给支架 那么就这么小一个东西我就自己带了 这个是一个户外的炉头 非常小啊 这个是我今天临时紧急买的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放在行李箱里面托运 你们看这个炉头非常的小 它是没有电子打火的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 每个福建人出去都会带的一样东西 那就是茶叶 我这里面带的是白茶 我把白茶那个茶柄撬下来 然后装了这么一盒茶叶去 这是我的两顶帽子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我的帽子 然后这次带了一个就是上面可以接GoPro的一个帽子 这就是我的化妆包 出门在外嘛 也要保持美美的 登 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带去旅行的时候一个水杯 我是一个水杯的狂乐收集者 我家里非常非常多水杯 那这个杯子你是买不到的 这个杯子是我在买咖啡的时候送的 你们看它这个外型非常的Q有没有 就是非常的小个非常的Q 它可以装在我的背包里面 甚至可以放在我的口袋里面就一点都不占地方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瓶口非常的大 这样的话就洗起来清洗起来非常的方便 其实我每次出门都会带这个碗 但是其实它的使用率并不高 但是我总觉得我要带着它 总觉得哪一天就会用上 摊开来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碗 然后折叠起来就是小小的一个 这一袋呢是我的一些所有的洗漱用品 包括了洗发水 还有我的各种护肤用品 还有洗面奶 还有牙膏牙刷都在这里面 我特别选了一个就是网状的 它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的透气 就是如果你面有 因为这些东西洗出用品特别容易潮湿 用完了之后 它可能外面都是有一层水质什么的 那如果直接装在那些密封的袋子里面 就特别不容易干 所以我就专门买这个带网状结构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比较很干爽 这次依旧是带一个手冲杯 这是一盒的绿纸 然后一袋咖啡 接下来要隆重介绍一本书 这是孤独星球的贵州分册 我特别喜欢孤独星球这一系列的旅游公月书 我觉得在旅游公月方面只有孤独星球跟其他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对每一个地方的介绍都非常非常的充分 甚至它不仅仅介绍一些景区 甚至它会深入到一些偏僻的村寨里面去 在我家里买了非常非常多孤独星球的攻略 个人觉得是真不错 这个是我装拍摄器材的一个包 然后呢这里面装了我所有的拍摄器材 有无人机 无人机就有三个东西了 一个是飞机 一个是电磁舱 一个是遥控器 然后这里这个舱放我的现在拍摄的这个相机 微单相机 一根自拍杆 然后还有一个GoPro相机 我在每一次注册的时候 很多费用都在关心我注册的价格问题 那么这一次我订的车是在贵州的新议订的车 一天的注册的费用包含所有七七八八的服务费 一天的费用是180左右 你们一定很奇怪现在是五一期间为什么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呢 但是我当时我在看租车网站的时候也有这个疑问 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冷门一点吧 到贵阳的机袍都已经被人定光了 那我就想啊贵州附近肯定是还有机场的果然被我找到了这个新议这个地方 我又看了一下新议的一些介绍 我觉得嗯还挺不错的 这个人还挺喜欢的 然后特别是我再看一下注册的价格 哇塞特别的便宜 后面我就制定了一条就是 我先飞到新议 然后从新议也就是前西南这一块 然后往前东南这一块走 好吧现在我录完这个视频呢 已经是凌晨四点了 我现在然后简单收拾一下 再眯一个半小时吧 我就出发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拍到这吧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